第五千四百五十一集 叶臣们 前辈 你有把我打造 萧欣何道 曾经有算命地说 我尚应天启星 如果说在无无时空里面 天启至尊炼气第一 那在现实世界 我的炼气造诣就是第一 羽皇谷弟把修罗剑魂给了我 以修罗剑魂为材料 再加上羽皇天界的地脉灵气 万须神殿积累的气韵 我有信心打造出剑鞘 叶臣心中一阵道 前辈 修罗剑魂在你手里 那修罗剑魂是轮回天剑 最后一道剑魂 如果得到的话 叶臣的轮回天剑 就可以恢复完整 到时候 他的轮回血脉 也能进一步强大 说不定轮回七星 也会跟着蜕变觉醒 当初为了争夺修罗剑魂 叶臣付出了天大代价 可惜最后还是抢不到 那修罗剑魂 也落到羽皇谷弟的手里 他哪里想到 如今这修罗剑魂 居然在萧星河的手上 萧星河奉羽皇谷弟之命 要用修罗剑魂铸造剑鞘 以容纳天罪古剑 萧星河道 没错 修罗剑魂在我手中 轮回之主 我此番前来 是想跟你做个交易 叶臣道 什么交易 萧星河道 我可以把修罗剑魂给你 但 叶臣惊奇道 你要把修罗剑魂送给我 你不是要打造剑鞘吗 就不怕羽皇谷弟责罚 他当初为了争夺修罗剑魂 可谓是煞费苦心 哪想到此时此刻 萧星河居然直接说要赠送 萧星河苦笑道 我用修罗剑魂 虽可以打造出剑鞘 但自身代价也必然巨大 甚至要付出性命 我还没窥见 戀气之道的巅峰 却不想就此死去 叶臣眉头一皱道 那你想跟我交易什么呢 他知道修罗剑魂极其珍贵 萧星河不可能白白赠送 必然有代价 萧星河目光骤然锐利 看向站在一旁的羽皇爷 指着他道 我要他 羽皇爷恶然指了指自己 我 萧星河道 正是 你身上有天启至尊的气息 只要你肯帮忙 我就算没有修罗剑魂 甚至没有任何材料 都可以凭空铸造出剑鞘 因为天启至尊 就是世上最厉害的炼气师 只要能得到他一点点的赐福 要打造一把容纳天罪古剑的剑鞘 并非难事 定了定神 向叶臣道 轮回之主 你看这笔交易如何 你将这羽皇爷交托给我 他当我的助手 帮我铸造剑鞘 我就不用死了 你也能拿到修罗剑魂 这交易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叶臣听完萧星河的话 顿时心乱 眉头皱得更紧了 羽皇爷目瞪口袋 他也知道 修罗剑魂的重要 是让轮回天剑 恢复完整的唯一希望 但要他去当萧星河的助手 着实让他有点不安 毕竟萧星河是万须手下的人 他要是回到万须 轮回信仰 很可能动摇 因为他身具羽皇血脉 身份太特殊了 如果在外界的话 他可以保证 自己不会背叛叶臣 但去了万须 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顿了顿 羽皇爷目光骤然一领 迸发杀气向叶臣道 师父 只要杀了这老头 修罗剑魂不就是我们的了吗 他话音落下 顿时大殿外脚步升起 陆和禅已带着一对精锐强者 冲入大殿之中 刀剑齐出 将萧星河包围住 杀气腾腾 萧星河看着周围 明晃晃的刀剑 微微一笑 看着叶臣道 轮回之主 我早有预料 所以我并没有将 修罗剑魂带在身上 你杀了我也没用 他身为天君老祖之一 心思也是相当谨慎 虽相信叶臣的为人 但还是提前留了一手 叶臣脸色一沉 向那些精锐强者喝道 你们干什么 都给我退下 他并无意伤害萧星河 无缘无故地杀人夺宝 这种事也有违他的本心 陆和禅警惕地望着萧星河一眼 但还是听从叶臣的命令 带人退下 叶臣心乱如麻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修罗剑魂他绝不可放弃 但要拿羽黄野去交易 即便对方愿意 后果也太难预料了 一旦萧星河成功地铸造剑鞘 羽黄谷地再无顾忌 真将天罪古剑 真身召唤下来 那后果不堪设想 羽黄野目光一动 突然向萧星河道 萧星辈 是我鲁莽了 你想我当你的助手 那也可以 我跟你走便是 只要你肯交出修罗剑魂 但我誓死不肯背叛轮回 你要铸造剑鞘 铸造地 必须远离万须神殿 免得我道心受到影响 他心想 我假装答应这个老头 但故意帮道忙 不给他铸造剑鞘成功的机会 这样就不会祸害师父了 萧星河听到羽黄野答应了 心中大喜 向叶臣道 轮回之主 你徒弟已经答应 你看如何 他也知道 羽黄野并非真心当他的助手 但无所谓 只要羽黄野肯跟他走 他自然有办法 叶臣眉头紧皱 知道这笔交易 背后牵涉的因果 着实是巨大 修罗剑魂轮回天剑 天启至尊 天罪古剑 叶臣想要推算未来的吉凶 但因果太大了 也推算不出来 他心中仔细地权衡 反复思量心想 轮回天剑 必须要恢复完整 修罗剑魂 绝不可失去 羽黄古地想打造剑轿 就算他能成功 也未必能召唤天罪古剑 天罪古剑非同小可 神威煞法比起天地金轮 还要厉害 只是一缕剑道意志 当初就把天女斩成了重伤 如此恐怖的神剑 绝非此世星空能够容纳 在叶臣的心中 他并不相信 羽黄古地可以将天罪古剑 召唤下来 就算真的召唤成功 那也是未来的事情 他会一直成长进步 在未来 未必没有对抗的可能 而眼前的修罗剑魂 一旦失去 却是毕生的悔恨 这般想着 叶臣最终是点头 看了看羽黄也 又看了看萧星河道 好 前辈 这笔交易就这么定了 徒儿 你以后跟着萧前辈 他想铸造剑鞘 你帮他便是 羽黄也心中另有想法 但表面上还是恭敬应道 是 师父 叶臣点点头道 萧前辈 那修罗剑魂 什么时候给我呢 萧星河道 剑魂我留在了羽黄天界 你亲自去天界一趟 我就把剑魂给你 在外界交易我不放心 万一你强行要杀人夺宝 我可打不过你呀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因果牵涉太大 还是慎重点为好 叶臣皱眉道 羽黄天界是万须核心地盘 我要是去了 瞬间就会被羽黄谷地发现 还怎么交易呢 以前叶臣也去过羽黄天界 结果差点出不来 最后连累天女重伤 萧星河道 过几天后 就是任非凡和任天女 决战的日子 到时候羽黄谷地 也会去观战 你趁着羽黄谷地不在 再来天界便是 这是唯一交易的机会 你千万不可错过 叶臣脸色一沉 任非凡和天女交战 他也不想错过 这一战对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萧星河道 我们交易花了不少时间 你拿着修罗剑魂后 还来得及回去观战 不用担心错过 叶臣心想也是 便点头道 好 就这么定了 羽黄也向萧星河道 喂 老头 我可不去羽黄天界 否则万须气运 影响我道心 那可大大不妙 他终究背负 羽黄家族的血脉 要是太过靠近万须神殿 势必被影响 一旦道心动摇 很可能会回归万须 等同背叛轮回 萧星河道 放心 我会另外挑一个地方 远离万须 作为铸造之地 你不必担心 羽黄也松了口气道 那就好 萧星河向夜晨 一拱手道 轮回之主 那我先走了 此事务必保密 否则被羽黄古帝知道 我拿修罗剑魂 做交易 他必杀了我 他说话语气 压抑不住的恐惧 非常害怕羽黄古帝 现在只想尽快地 完成交易 打造出剑轿 完成任务 再以羽黄也为引 向天启之尊祷告 求得庇护脱离苦海 夜晨点头道 我知道 前辈请放心 羽黄也颇有些黯然道 师父 那我走了 你放心 我不会背叛你的 商定完毕 羽黄也跟着 萧星河走了 夜晨思绪万千 他知道这笔交易 做成 就再也没有 回头路了 但只要能顺利 拿到修罗剑魂 他绝不后悔 决定之后 夜晨让陆和禅留下 掌管龙腾区的事务 诸事已定 夜晨锁定青睐狱的坐标 撕裂虚空 直接前往青睐狱 来到青睐狱后 夜晨却发现 入口处人头汹涌 任非凡和任天女 决战在即 地点就在青睐狱先帝台 消息传出 整个太上世界都轰动了 无数舞者提前赶来 想站个好位置观战 毕竟先帝大战 就算只是观望 都能感悟舞蹈 增进修为 有天大的好处 青睐商会也迅速动作 所有想进场观战的人 都需要购买门票 价格极其昂贵 青睐狱为此 开通了好几条入口通道 接纳观众客人 场面一片嘈杂 不是吧 我几万颗丹药 只能兑换五颗夏品原域 一张门票 要一千颗夏品原域 会不会太贵了点啊 就算了解它 碧药 宗小和 有水滴地 有水滴地